65岁 李懿 少言寡语 甚至是有些木讷 是杨大哥给咱红娘的第一印象 感受到了这不冷不热 不紧不慢的态度 红娘都怀疑啊 这杨大哥是不是不咋待见自己呀 追问之下啊 杨大哥说自己啊就是嘴笨 我不在急事 话时短 不好说 我不好说 有点面乱 有点刚好 不好意思了 不是不好意思就面乱 我不会说 不会说 不会说好听的话 但会做实际的事 就像对待宠物一样 虽然连名字都没起 但杨大哥依然尽自己所能的 去疼爱他们 杨大哥说 对未来的老伴自己也是一样 也许不能妙语连珠哄他开心 但会尽最大的能力 去照顾和担待他 没啥带要求 我这心也不高 对于那根本就行 跟我哪儿来实在不会那 性格温柔啥干啥的 皮好点就皮就行 我一下干点活回家了 他给我做点饭 有个普通就这么着 到家 有个做饭去 我不需要用它干啥 没啥不用它干 寺远的啥 寺远也不用它 了解了杨大哥的情况 侯娘首先想到了 现住长春市的刘亚琴 刘大姐 刘亚琴 刘大姐 刘大姐 我说从你们挺好的 在下边看着你们 给那个找成了一对 我们成的不少呢 哪里打一对的 看着那啥了 完了我儿子说的 妈 从我这不差成年上班 我儿子给我隔人扔个家 他就叫我挺孤单的 他说妈你不干啥 就找一个陪你说说话 那儿子哭 我这都十年了 隔人在农村种地了 这个啊 完整儿子看我 他也给农村遭罪 完整儿子给我借这儿了 我老家是十五的 公主领十五 没说来到这家哪儿 也找不着哪儿 给这住的习惯不 还行吧 还行 分一点电信机啊 家里还有啥呀 家里都有房子的 这些懒得都给一年去种了 那地呢 地呢 那啥都包出去了 多少钱一年包的 包多钱 这一年才给一千 一年七五多地能给八千多块钱 挺好的 朴实厚大的刘大姐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 现在虽然搬来和儿子一起生活 但城里的陌生环境 还是时常让她感到孤单 了解了刘大姐的情况 红娘越发觉得 她和杨国志杨大哥挺合适的 俩人都朴实厚道 老实本分 子偶标准 也都像是对对方量身定制的一样 那俩儿究竟有没有缘分呢 第二天 红娘带着刘大姐 赶往了杨大哥的家 这家 这个村子里 还行嘛 这房子也都挺大的 这家村子里面 差也有钱 没有你老家漂亮 老家是什么地方来着 15公里 那家家这房子哪有这么买的 没有 本以为来到了刘大姐 再熟悉不过的乡下 她会感到亲切 但没想到啊 刘大姐对车外的环境 似乎并不满意 希望马上见面的杨大哥 能让她满意吧